今天我们继续看灯山宝份的系列 我们也说过,由1月份到7月 我们都会讲灯山宝份的系列 现在7月份讲到差不多结尾的时间 今天耶稣给予我们一个结语 就是他灯山宝份结语的一些信息 我们看看圣经马带方的7章24至29节 也是灯山宝份最后几节的经文 在和修本的经文,请看我读出当中的信息 耶稣说 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去做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盆石上 风吹雨打水冲 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盆石上 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风吹雨打水冲 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耶稣说完了这色话 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 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民事 两个月前在美国有一个统计 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有留意的新闻 也是很大的新闻 就是美国自有统计以来 历史上第一次教会的会友 所有全美国的教会的会友 或者是定期聚会的人数 已经低于50% 就是说全美国人口里面 有超过一半的人说自己不是一间教会的会友 或者没有固定回到教会聚会当中 这个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觉 就是说美国人里面已经超过了两个 有一个不再回到教会了 或者不是再属于一间教会了 这个调词也告诉我们 就是流失最多的一群的人 就是一些经常回到教会 但是当他入大学的时候 16-28岁 这群的我们叫做Y世代 或者一群青年或者是即清这群的人 在教会的流失是最大的 什么叫流失呢? 他从小回到教会 似乎跟着父母回到教会 经历过十多年的儿童训练的分填 为何这群人被教会洗了到十三年 每个礼拜回到教会 每个礼拜跟着父母回到教会里面 而且我们所有这些儿童市中的 program 都会有调查证明对小孩子有益有帮助 帮助他们在信仰里面打找根基 你想想就是受了十三年的基督教教育 这帮人 但是竟然当他自己大过了 离开了爸爸妈妈 去到大学读书之后 自己自立之后 他们就决定不再回教会 有些甚至不再信耶稣 有些告诉你 我仍然信耶稣 我仍然信有上帝 但是教会不要搞我 不愿意再回到教会当中 为什么呢 其实在十几年前 有一本书出了 去了一个调查 你想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问他就可以了 坦白地告诉你 去访问一下这些 为什么你 由三岁到十六岁 十三年在教会里面 以前我们的阿湾娜 那些叫做Cubbies 三岁 开始回教会里面 每个礼拜 又浸浸他们 然后过个暑假 又推他们去 这个VBS 对吧 最少十三年的教育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本书 我曾经说过 David Kinnaman 就是这个Barner Group的CEO 他调查了几千个这些 16至28岁 没有再回教会 但最小就是爸爸妈妈带他回教会 这一群受教会13年 几个教育分徒的这群人 就问他们 为什么你不回教会 为什么现在大了 选择不回教会 他们列出了很多 的原因 这本书 就是说了六个大的原因 当然我不是在当中 是详细说的 但是 No.1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群人的反应 告诉你 为什么他们选择不回教会 他们自小的教会很大 他们告诉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叫做虚伪 hypocrisy 他说他见到教会所教的 和信徒 离开教会之后 所实践的 是完全两回事 爸爸妈妈回到教会里面 教会教他们 如何读经祈祷 回到家的时候 看不到爸爸妈妈读经祈祷 讲坛上面的主要牧师 说到天花浓风 然后走出去的时候 看到他冲红灯 这些失败见证 于是那些年轻人不是盲的 他们就过来 他们回到教会 听完之后 他们有没有见到 他们不是期望爸爸妈妈妈 或者教会的信徒是完全完美的 他们希望看到的就是 起码你也要努力去尝试去做 让我见到 你说不是天天读经祈祷 一个星期又一两天也好 但是他们见不到圣经的实前 只是听到完美的圣经的吩咐 所以当他们大了之后 他们自己有权去抉择 究竟还回不回教会的时候 没错 我们尝试告诉他们 我们不只是看人的 我们信耶稣 我们看上帝 人是软弱的 他们也知道 所以他们没有放弃信仰 但是他们放弃信仰的群体 因为他们不想跟一帮德国放口说 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做的一帮人 就在一起 鼎智慧 这本书其实值得你去买 Kindle版的999 就在一起 一帮人去看看 特别的家长们和教会教育们 教会领袖们 应该去看看 反省一下 当然这帮年轻人说的事情 不是一样的事情 我们也要讨好他们 要去做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 这帮人自小教育大 为什么要离开教会 他们会告诉你 什么原因 以至于我们要醒觉 要明白他们 并且我们有什么需要去转变 在真理里面 我们能够真理不变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是可以改变 等于当耶稣教完这百多节的经文 跟着三章的圣经 讲完这么多主题 半年都讲了 耶稣讲完这番的话之后 人们觉得感到惊奇 在希腊文 在希腊文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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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上次的 很上次的 strike out 就是三贩尼长 就是这班人被轰炸到震惊 strike out 因为他们听到耶稣教导他们的东西 不像那些文士 那些文士讲得很深奥 完全不明白 然后你问他 为什么这么深奥 他说你不懂的 这些要我们才选得明白 要熟读圣经的人才选得明白 于是那些人就觉得信仰是高深莫测 但耶稣讲的话是很简单 很直接 很powerful 听完吊者说 各个人都觉得震惊 于是跟耶稣讲 你这篇道真的讲得好 good message 跟着下去 我心问一个问题 听完一篇 这么good的message 跟着又怎么样 这帮听耶稣讲道的人 最后有没有跟从耶稣 当耶稣发出邀请 就说你要做我门徒的时候 这帮人有没有跟从 听完一篇 好听的信息 很有娱乐性的信息 好觉得很有帮助的信息 令人感动 留替的信息 但离开礼拜堂之后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Rick Warren常常用这个见证 他说在美国空军 有一个调查 就是调查一些机师 记得多少 他们是被吩咐去做 但是没有执行的命令 就是他听到命令之后 没有执行到 他们还记得多少 这个调查 Rick Warren说的就是72小时 就是说你听完一个命令 你不去做 72小时之后 你就忘记了 等着我们做传道人 你说多沮丧 在讲坛里面 我们讲到声诗力竭 是吧 企足大半场 跟着 跟一些顶照 讲完之后 哇 那些人来跟你说 就是 牧师你今天讲得真的好 跟着 72小时之后 如果他不去做的话 就忘记了 下星期问 牧师上星期说什么信息 不记得了 笑话可能记得 故事可能记得 但是里面的内容 不记得 接着 周而复此 等着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信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那天我读国文 有一篇叫做 知行合一 黄阳明 明代 说到 知而不行 思为未知 你知道 那是怎么办 我们知识 你拿到PhD也好 但是你不去做 你知的事 那是否算做 知道呢 所以耶稣今天 在结尾的时候 人们听了一篇 这么伟大的信息 耶稣说 有三种东西 我们还要去看 第一 我们必须要实践 信仰的教导 所以 凡听见我 这话就行的 就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盆石上 这个就是 希腊文的句子 我也说 很漂亮 如果你看 所以恩这个字 希腊文就是 做一个总结 恩就是 以上所说的一切 耶稣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结尾的时候 讲到很多 的比较 两条路 两道门 两个父亲 两棵树 两种门徒 比较这些 的analogy 接着耶稣就 最后一个结语 所以 听完所有的 之后 耶稣就 请你听清楚 以下 做个结论 凡听见我 凡 每一个人 听见我 就去行 耶稣在玩 希腊字 Akuo 和Poieo 两个字 都是 希腊文叫做 现在进行的 指令式 Present Active Indicative 如果你知道 希腊文 Indicative 的文法 是指示 一样东西 就是 两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 发生之后 第二个动词 是 应该 自然发生的 第一个动词 是指示 第二个动词 他们去 执行的 是必须进行的 没有可能 听见不去做 耶稣在说的 一样很重要 两个都是 Present Active Indicative 我去做 因为我听见 我听见就应该 我去做 每一个人听见的 没有理由不做 要不然你听见 做什么 耶稣在说的 这个就是 一个聪明人 把你的房子盖 在盘石上 你记住 耶稣用盘石 来代表很多 耶稣基督 去盘石 圣经 不久也说到 我们的信仰 教会的根基 就在盘石上 就是我们信耶稣 这个信仰 就是盘石 耶稣在说的盘石 不是说耶稣基督 耶稣在说的盘石 就是 当你听了 神的话语 就去做的话 你是建造你的房子 在盘石上面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一路听 一路做 一路听 一路做 是Present Active 一路听 一路做的时候 你就好像将你的信仰 你信仰就好像 房子一样 建基在盘石上面 如果你看 路加福音同样的经文 路加福音更加讲得详细 就是 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 把地画心 将根基 立在盘石上 那个人 不是 到有水冲雨淋 风吹 才起屋 不是 临急抱耶稣脚 有什么大难 泥的时候 打一半声 圣经 嘟嘟 神要我做这件事 不是 是在安顺 平顺的日子里面 他已经在滑心 不断地去 听到就去做 听到就去做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好像你吃东西 或者运动 你没有病菌来的时候 你没有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是强化你的身体 以至有病菌来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容易去 淋档 这个就是 耶稣说的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信仰 听之后去做 听之后去做 而不是 即时有果效 你是好像 把你的屋子打装 下去地基那里 以至你的屋子 能够承受到 很多不同的挑战 等于这就是 耶稣为什么骂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就是hypocrate 那些就是假武为善 或者我们叫虚伪的人 耶稣就说 凡这些人 民事法利塞人 教导 也吩咐你们的 喂 他们的信息是没有问题 The message is very good 所以你们都要遵守 不要觉得 就是牧师台上讲的 讲一套做一套的时候 喂 这个信息是好的 但是 耶稣说 不要下发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 不能行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个个都带着讲 耶稣就说 喂 你听到信息 信息是好的 你要进行 但是 不要看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做不到 他们要做的 他们要讲的 或者没有努力去尝试 去做 要讲的 就好像 我们今天信徒 或者我们传福音信息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尝试去传达一个 我们生命里面 从没有经历过的信息 你告诉别人知道 信耶稣 得永生 好啊 得永生 我们个个都是 有这样的知识 知道得永生 接着我们告诉别人 信耶稣 我们生命 得得更封诚 接着 未信的人会问你 你生命怎么封诚 分享来听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见证 告诉别人 信耶稣 生命是得着更封诚 这个就是 上次也说 你一个乞业 告诉别人知道 一条发达秘方 那个message是很好的 但是有个messenger 能不能够见证到 你所说的是真实的呢 一条的耶稣 就是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 你听不清这么多的东西 听不清这么多的主题 选一样来做 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一路做的时候 你就见机在盆石的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 我们必定会 特别在信仰里面 必定会经历 风浪的挑战 雨淋 由上而来的压力 水冲 由下而上的压力 风吹 前后左右的压力 撞住你的信仰 信仰都不会倒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根基 已经立在盆石上面 我又看希腊文 那个文法就是 纳在 Aeristens Aeristens 已经建造了 那个人是之前 已经不断地建造 不断地建造 建造的地步 那个屋已经建立在盆石上面 Oikodomio 其实就是 Aeristens 就是把屋建屋 立在盆石上面 凡听见我 Jesús说 不可以造的 就是好像 一个无知的人 将房子 盖在 沙土上 无知 Moros 英文就是 Moron 就是这个字 沙土 和盆石 十月份 有顶着 每一顶着 以色列 你就知道 旁边就是 约旦 约旦旦必定 有机会 去看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 Petra Petra 佩纳克 Petra Petra 不是一块 石 是一个 好像在山 这样的 巨型的盆石 另外 就是 约旦首都 就是安曼 Amos 就是安曼 Amon 就是来自 希腊文 这个是 Amos Amos 就是沙土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一个对比 Petra就是盘石 Amos就是沙土 这个魔朗建造在房子 就是在沙土上面 大家看清楚耶稣说的东西 两个人都是弃在屋 两个人都是听到神的说话 不是说一个听得多 一个听得少 一个有PhD 一个没有 不是 两个人都听到 两个人都建造他们的信仰 他们都很真诚地建屋 两个人都面对生命的挑战 但是有一个分别 一个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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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立得住 为什么呢 耶稣说 只有一个分别 分别就是 第一个人听到就去做 是一直在做 另一个人听到就没有去做 于是有挑战来的时候 就会临当 实际上太多这些例子了 比撒邪塔 你听过了 我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Bay Area 有一栋很有名的大楼 叫做千禧大楼 就是这栋 Millennium Tower 在三文市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就是这栋大楼 是三文市市里面 全市最高的住宅建筑物 楼高五十八层 平面一万四千多尺 里面有416个单位 建筑的时候 起初估计是三百个million 三亿万 但是建成的时候是六亿 但是卖出所有的单位 收回的钱是七亿二千万 就是赚了25% 这栋大楼有什么特别呢 不仅是全市最高的建筑物 更加是由2008年开始 在计划和计划的过程里面 他拿了全球至少九个建筑的大奖 什么建筑师大奖 什么设计大奖 总之拿了很多奖项 所以栋大楼很出名 就是这个原因 跟着更加出名 就是有很多所谓selebrity 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名人 特别是一些很有钱的 就是那些球星 或者前球星住在当中 有些什么人曾经住过当中 包括Kevin Durant 这个Warriors 以前的Power Forward 跟着呢 更加厉害 这个我那辈子 更加厉害 这个我那辈子 Joe Montana 厉害的 还有Baseball 前两年 在Giants打的Hunter Pence 这些全部都是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才捉得到 或者买得到这个大厦 所以更加多人觉得 这栋大厦是很厉害的 很出名 外表风光 但是去到2016年的时候 就发觉 这栋大厦 沉了15至16寸 超过一尺 去到2022年的时候 就发觉 那栋大厦 轻斜了28寸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我看新闻 里面的data 2020年轻斜了28寸 2023年 今年的3月 继续有窗 和窗框 在大厦下跌下 没有打人 但是一路跌下 政府的报告 或者建筑师 大家互相推诿 当然是 那个人又说 设计问题 那个人又说 隔壁打桩影响 他们沉下去 这个人又说 政府你批的 应该你负责任 但现在还在告证 我不是Civil Engine 或者Structural Engine 我不懂这些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只知道就是 加州纳税人 要用了三千万 暂时去帮助 去巩固 这栋标定 到现在 还未告完 这些官司很久 要找出原因 等等 但其中一个 我看新闻里面 说的原因 就是周围的大厦 他们发现 那些庄柱 打到那个叫Bed Rock 那个底下的石 里面 是200米 200米 打到下面 这栋大厦 打一个桩影响 是60至90米 是少于一半 这样就大劲了 是吧 是吧 打在沙徒上 你知道 这个 我当时的建堂 我也知道 香港建堂 就是 那些庄柱 有不同的力度计算 不同的心 你不是一定打得心 就一定行的 是吧 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觉得 这个大厦 为什么会倾斜 和倒 或者下序 就是因为 庄柱不够力 或者计算 不够力 等于无论 你外表上 拿多少奖 你有多少学位 有多少人 称赞你 甚至名人 公开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和大厦 没有一个好的根基的话 现在又不知道 怎么收科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的 我们的信仰 当面对挑战 或者面对日子的时候 日子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会不会暂立得住呢 如果我们能够暂立得住的话 我们就能够安享蒙福的人生 我们看看 我们的信仰 不会那么容易倒档 因为我们站在盘石上边 这个就是亚国书里面 第一章里面 亚国就是很讲 因为亚国就是看到 基督徒 听了不去做 所以整本亚国书就是 喂 你要做 什么叫虔誠 如果你看到亚国书都讲 虔誠不是三文门读圣经那么简单 建成是你要照顾那些患难当中的孤儿寡父 你说有信心吗 但是你不去做 没有行为 你的信心是死的 不是说你信耶稣的信心是死的 死的就是没有气息的 没有作用的 你看看亚国书第一章 他怎么说呢 22节那里说 只要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控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是怎样 就好像人望着镜子 看着本来的面目 看见之后 走了就忘记了自己的样子是怎样 他说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你早上走过去 镜子上照一照 哎呀 真的有大黑色的东西在面上 但照完之后 走走了之后 就忘记了 那么你知道那一刻 知道那又怎样呢 你没有去处理 你没有去回应 所以亚国25节就继续说 他说 唯有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详细擦看圣经的话语 事上如此 不要忘记 重要是实行出来 这个就是 亚国和圣经教导我们 如何看圣经 如何面对圣经的说话 read your Bible review your Bible 不是水国下背 而是你了解 研读圣经的话 事上 记得 然后 remember圣经的话 但都不够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respond to the Bible 你一定要有回应 愿意走出来 才行 当你走出 神的话语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 耶稣在不同的书里 都是这么说 马太福音12章50节 马太福音3章35节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我妈 当然 你不是直接解释 我是耶稣的妈妈 因为我走出神的话语 耶稣说 祂跟你亲密的关系 亲密的地步 好像家人一样 耶稣回答说 听神之道的人 不是 听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妈 我的弟兄 在阳福音15节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你没有人要遵行 我所吩咐的 耶稣说 凡爱我的 必遵行我的吩咐 凡遵行我吩咐的 就是我的friend 就是我的朋友 今天我们的信仰 去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已经听了很多 我但愿Cross One教会 会典教会 不是我们不查经 不读经 我们必须要查口神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是推使我们行 而不是我们知道 推使我们成为 更加头脑知识的基督徒 我但愿会典教会 是一间不单只是 Bible Believing 相信圣经的教会 是一间 研读圣经的教会 是一间 了解圣经的教会 我更加盼望会如何教会 是一间 实践圣经的教会 信仰不是头脑知识 信仰是 当你愿意做的时候 你经历上帝 你的信仰又会 那个庄处又会深一点 又会深一点 以至我们生命 能够 暂立 特殊 当是挑战来的时候 所以结尾的时候 你知道圣经里面 有些不是我 有些学者 做过统计 就是在旧约里面 有613个 吩咐命令 新约里面 有1050个 吩咐和命令 要我们去做 那里是差不多 1560几个 但也有学者研究过 在圣经里面 新旧约 有超过3573个 上帝的应许 就是说你做这样 就会有这样的应许 有这样的福气 1560几个 和3000几个 差不多有一半 吩咐是1000几个 应许是3000几个 我们是可以逐样 尝试去做 你没可能一次过 做完1000几个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说 不过今天 既然刚才 都说到加入小组 我又说一下这件事 不要当我 说来说去 都是要我们加入小组 我也说了 如果圣经里面 希腊文的吩咐 阿里隆 彼此互相 肢体相交 出现了一百次 Parakaleo 彼此勸勉 鼓励 出现了一百零一次 彼此相爱 出现了十九次 Kononia 团契 出现了十三次 弟兄指会 圣经的吩咐很清楚 叫你 个肢体的生活 不是单止回来聚会 也不是单止 去小组聚会 小组聚会 和小组生活 是绝对两回事 圣经没有说到 基督徒是圣人 个个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 遵守这个新的命令 就是这个意思 彼此相爱 耶稣就是 这条是新的命令 这个就是 听了之后 你要去做才行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又 跟我说 梁牧师 你今天说的讯息 真是好 Good message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东西 当然没有了 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想听到 我想我们传道人 想听到的 就是下个礼拜 你回来之后 跟我说 梁牧师 你上个礼拜有讯息 叫我做的东西 我今个礼拜做了 我并且在上帝里面 经历他的福气 你告诉我 这个就是 令我最开心的地方 因为神的话语的金帖 不是只是听 而是你实践回来 蒙福的经历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教导我们 信仰是实践 而不是投脑知识 最后你的话语是金帖 因为我们能够经历 你自己的话语 正如诗篇里面 你提醒我们 我们要常常主因你的滋味 就知道 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 就好像笑壮狮子 都还是挨饿 缺食 但是在你的里面 什么好处都不缺 就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遵行 实践你话语的弟兄姊妹 谁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你圣明 咱们 咱们今天唱这首的回应诗歌 那就是